玩玩具也要有仪式感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玩具点 我是33 今天咱们来看看这款总督GDN2.0 我作为蓝色艺术品的忠实爱好者 这款当时一出官图 我就直接下单了 而且我还拿着这只 去找炸鸡叔本人签了名 并且当面问了问他 觉得这个玩具怎么样 也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 具体的过程呢 大家可以看我漫展Vlog的那一期 首先玩具的包装 还是星战的统一风格 炸鸡叔签名的时候 也是良心十足啊 除了签名 还写上了我频道的英文名 外加GDN的角色名 盒盖下面还是一张官图卡板 里面的内容物很多 最上面的托盘里是手型 里面有主体 头盔 手枪 剑柄 背包 两种长矛 好几种特效件 还有地台支架 首先这款的外形 和1.0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 和曼达路人一样 是全身被盔甲包裹的样子 连底衣外露的地方都很少 盔甲的造型比较简单 和大部分克隆人一样 是一个光面的效果 然后再像小臂甲 和一些部分位置上 有一些立体的造型 固定方式除了小臂甲 这种穿戴的 膝盖和肩甲 还都是通过魔术贴固定 底衣的感觉呢 有点像达斯维达穿的那种 比较厚 质感也不错 表面还有条纹状的纹路 服装从后面看 能发现穿的是 里三层外三层的 是底衣上套着盔甲 盔甲上又穿着底衣 腰带下面的这里呢 还有一块软胶造型的护甲部分 后背上的这个斗篷 是半固定在主体上的 设计上呢 是不能轻易取下来的 想拿下来的话 就要把躯干的盔甲也脱下来 所以不建议大家这么操作 斗篷是内红外黑 面料手感比较细腻 在整个边缘的这一圈 都有造型铁丝 这里的这个位置 有两个隐藏磁铁 来保证斗篷和主体的贴合度 这个头雕呢 是这次最吸引我的部分 外形上是真的没得说 连炸鸡书本人看了都说好 复制的精度上 还是保持了 星战系列的高水准 再加上黑人头和老人头 这两箱buff 外观上确实太香了 因为头雕是参考炸鸡书 最近这几年的外貌制作的 所以年龄感比较强 要是能再年轻一点 自敌一个毒师造型 真的是毫无压力 这个头雕不带脖子 所以可动眼的调节位置呢 还是在下面 配件方面 这款的配件量是比较多的 手型主体自带一对松弛手 替换的有一对握拳手 一对持握手 一只持枪手和一只开掌手 手型全部都是手套造型 手背上有一块护甲 这把小手枪和1.0里的一样 侧面这里有一个瞄准镜 可以手持也可以插进枪套里 这个枪套同样是仿皮革材质 外加紫锡的扣子 裁切和缝合处理的都是挺不错的 然后是这个光剑的断柄 手窝的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明显的变形 因为是断柄 所以这款没有给剑刃 两种造型的长矛是一长一短 两端的造型两款是一样的 中间呢也都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长矛长的这条 还有两个特效件 也是一大一小 大的这个搭配矛头 要从另外一端先穿进去 然后推到这个位置 另外的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套上就可以了 这个火焰特效件整体还是软胶的 尺寸是挺大的 涂装颜色和效果上 比合金马克一的要更好 主要就是体现在火苗呢 有一个向上的部分 根部这里也有紫色的渐变效果 安装的话拿下手型 把这个卡扣卡在小臂甲上 然后装上手型就可以了 这个头盔整体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也是这个亮面的黑色 在镜片和脸颊部分 有一些红色的部分 然后头顶呢有一些尖刺 里面也是有这个形状的卡槽 拿下真人头雕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这个喷射背包的造型很帅 中间这里有一个机械造型部分 两侧这里还有下面都有出风口的造型 搭配背包的 这次还有两个火焰特效件 可以插在背包下面的喷射孔里 要注意的就是火焰的这个尖头非常尖 通过磁吸固定到背上的时候呢 要注意不要刮到斗篷 最后的这个地台 还是星战的基础地台造型 搭配的是一个普通支架 可动性方面 头部上台下低 侧摆的幅度都不算大 可以360度旋转 手臂平举 前举后举 都是接近90度的水平 小臂可以弯曲超过90度 腰部前倾 后仰侧摆的幅度 因为有这一块的原因 所以也都不算大 腿部前踢侧踢都是40度左右 后踢比较小 小腿可以弯曲超过90度 脚弯的活动能力很不错 各个方向都有很大的活动范围 总结一下 吉蒂恩这个角色 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情节 但是不得不说 炸鸡叔确实给这款加成不少 估计很多毒师粉丝 都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吧 炸鸡叔的头雕 基本上只活跃在私定圈和第三方 有版权还做得像的 确实不多 所以这个头雕呢 我非常喜欢 从其他角度上来说 这款的配件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外形也很霸气 曼达洛人这条产品线 确实是太香了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期测评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内容还不错呢 那还请点赞关注一下 我是三十三 别忘了玩玩具 也要有仪式感 咱们下期再聊